二零一四年 太陽花雪域 行政院驅離過程中 發生推擠流血事件 民眾自訴政府官員殺人未遂等罪 臺北地院今天宣判 前總統馬英九行政院前院長江一化 警政署前署長王卓軍 以及臺北市警中正義分局 前分局長方養寧等四名被告 一審獲判無罪 民眾包括已故的周榮宗等人 提起自訴主張 認為馬英九下令十任行政院長江一化 以武力強行驅離在行政院前靜坐 聲援太陽花雪域的學生和民眾 導致第一線執勤遠景 做出逾越必要限度的違法驅離行為 涉犯殺人未遂 傷害 強制等罪嫌 不過臺北地方法院今天上午 判其馬英九等四人無罪 全案可以上訴